2022年12月31號 慈濟安美專案修繕千戶 慈濟從2020年開始 推動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專案 針對社區長者或弱勢家庭 無力修繕或維護自家居家環境者 透過連結社區專業營造廠商的助力 幫助他們改善環境 在2022年 共動員至公5406人次 在全台完成修繕戶數 總計1026戶 至今已和7500多個村長合作 讓老人家都能更安心地就地安老 我覺得不錯 很好 這樣就多多安全 我願書師會在一起服 2020年12月31號 慈濟大學蔬食勾Easy活動 自3月2號到本日9個月期間 以行動響應蔬食生活 為災疫祈福 一開始我們碰到的困難點是 我們的贊助金可能沒有那麼多 那我們合作的店家可能沒有那麼多 是不是有辦法去推廣出去 當我們在苦惱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感謝我們花蓮區的慈激志工 很快的就是吃雄市 也一加入的一週之內 就從20幾家開始就往上爬升 然後願意響應這個活動 最終與花蓮縣74間 舒食店家合作 發出38,400張 面額30元的舒食券 共計6,865人次領取 滿多人會拿素食券 在這邊使用來用餐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店家幫助也滿大的 2017年12月31號 慈濟環保輔具平台啟動元年 慈濟環保輔具平台啟動元年 慈濟環保輔具平台 成立的慈濟環保輔具流通平台 12月又在玉裡成立 這一年共有107戶家庭受益 有照顧家中的長輩 然後留下來這些很好的 輔具也好 或者是氧氣製造機也好 都發心捐到我們慈濟來 結合北區環保具點 收回醫療輔具 經整理 修繕後送至花冬 擴大慈善觀環面 免費提供有需求的 花冬入世家庭 長者 病患等使用 可以對看看 這樣有順利嗎 很好 很好 很正常 隔年2018年延伸到北區 陸續在基隆 汐止 桃園等地成立 再普及全台 離島 從第一年的107件到2023年 已送出28,400件 一年下來幫助 17,000多戶家庭渡過難關 2000年12月31號 此親音樂劇《深情的痛》 全劇刻畫921強陣後 災難創痛之下 全台愛心匯集 音樂劇配合周邊產品意賣 為此季希望工程 募集經費 音樂劇配合周邊產品 今天請求